Bring the face 真的了不起 假的好驚奇 真的還是假的呢 正確的答案是 壓太少了 我剛剛一開始 我會再得到一分 壓太少了 可惜 一分 壓三分 一分 對 我也是剛才壓了三分 我剛剛也認為是假的 真的嗎 我們剛剛用猜拳 結果 雖然是我贏了 但是我還尊重他 是為難了 要堅持啊 對啊 你在家裡面難道講話 都不會做嗎 你現在連腳都弄 他還會來 每年這種事都不能做主 好 為什麼你會這樣 問題你本身的職業是 學生 OK 她現在還是學生 可是這個字真的有歧視 對… 發生在彰化有一家內衣工廠 他招募了36位內衣室船員 然後雖然是沒有那個收入 對 薪水 可是他每個月 會室穿15套最新的內衣 一年帶回家的內衣 價值超過30萬 哇 而且我必須要講 我相信這 三十幾位裡頭 一定有擋得不錯 好不好 你們不要每次都用 這樣的角度來講 他這樣想 對不對 好 來 我們接下來 會先介紹的是第二位來賓 救火龍果填補輪胎的發明者 前天請問一下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創意 想到要去做 這是 輪胎的填補液 為什麼會想到 有這樣的一個發明創意 就是本身從事業務嘛 在四五年前的時候 在那個深夜在苗栗山區的公墓 發生倒胎 當下就是四處求救無門 然後那一個晚上 那個真的漫漫長夜 公墓旁邊又害怕 當然啊 很冷 真的沒有人 只有鼓勵而已 沒有人幫你推車嗎 對 太難了 如果有人出來推他更怕 對啊 還穿底妝的 有 可是 因為那天這樣的姻緣際會 然後你有了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為什麼會找到火龍果 因為火龍果 這中間它是 我們有嘗試很多的植物 去提煉 去萃取 然後發現說火龍果它可以 它是屬於仙人長科 可以萃取出特殊的果膠 然後去加上奈米纖維 然後去混合 然後可以做成一個 很好的補胎劑 永久性的補胎 OK 好 那你現在本身以發明王之軌 你有一個發明的四顧連 人污我有 人有我憂 人憂我憐 人憐我憂 OK 他在講什麼啊 自己還是太難了 因為他講人無我有 就人家沒有的話 我也要有 就是發明 人家沒有 我有 然後人有我憂 就我要比人好 我比人家好 人憂我憐 對 我比人家便宜 我又好又便宜 對 當人家都做到這些 人家便宜的時候 我就不玩了 我就不玩了 對 我覺得因為我本身 前一陣子才剛補過輪胎 補輪胎的這個東西呢 它基本上是用一條長長的膠 那個東西基本上很便宜 因為補一個洞 基本上50塊到100塊就可以解決了 這火龍果不是便宜的東西啊 就是用這個來萃取的話 感覺是有點超出原本那個東西的 價錢 價錢 成本 問題是 就是 你只為了哪些你最實在的 是真的還是 你最好棒嗎 你的意思就是說價錢有點本貨倒置的感覺 對 對不對 我說對 會為什麼 補輪胎這麼便宜 幹嘛要用這麼貴的水果 其實火龍果很便宜 多少錢現在 現在如果是當季的話 是差不多三四十塊 一斤還是一個 一斤 對 差不多 對 你覺得在所有其他的水果當中 你們有沒有嘗試過哪一種 也可以這麼做 有沒有 有 有 其實像我們開發的過程中 我們有遇過 開發那個 什麼 菠蘿蜜 香蕉 山藥 還有火龍果 然後用到最後 還是火龍果它的效果是最好 可以永久性的補胎 OK 來韻妮觀察 是的 這位 長得偷偷戲 真的像火龍的 但是呢 他從講七講都不偏離水果 真正補胎的細節很少在 他應該就是屬於 能不能補胎呢 你們自己要判斷一下 好 想清楚 誰要是真的當季人 還是假的冒牌貨 真的假的要壓幾分 來 請選擇 你們就一定要跟這兩組都不一樣 我們兩個都一樣 你剛剛都說老翔 而且你們這兩組 壓假的兩分 然後你們也是假的兩分 然後你們就一定要壓真的 你看我們左老師 人家講什麼我們就聽什麼 所以他們不一樣 我們才可能反敗回社團 也對 這個也只是 但也可能輸到 那被修了 就乾脆又要輸了 為什麼壓假的 因為他覺得他講話的言辭 有點閃爍 而且他不知是 他閃爍還是眼睛太小的 所以 所以然後他又覺得他 好像真的比較像水火龍果 因為基本上他說他是業務 業務介紹這個東西的時候 應該是一支水火綠 可是他比較是 沒有這麼的流暢的感覺 合理 像一號那位小姐 想要偷偷失道 他也是騙人的啊 妳說不定 溫姐也是騙人 對啊 他說不定是裝的這樣 這樣好像講話不清楚 對 真正假假 真正 OK 好難弄 為什麼要這樣 始終讓人家覺得他就是一個 不是果農 就是水果店老闆 果菜是很 對 化財的那種 你知道嗎 他很熟這些的價錢 但是你要知道 他也是 要跟排骨的老闆 副腳非常軟糕 不是 如果說 我個人覺得 如果說他是把他提煉出來 做這個 這個補輪胎的材料的話 我覺得他對市場上的價格 其實不會那麼了解 因為他可能是 直接跟那個果農 或者是 爛掉的水果直接收回來就好 沒錯 好 真的了不起 假的好心情 是真是假的 正正答案是 好險 你說什麼 這位 你真的不是果農 或是農產試驗所的公務員 你真的是 發明 用火龍果來填補輪胎的 團隊之一 團隊之一 OK 因為大家都知道補胎是這樣 輪胎插到東西破了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拿一個東西 把釘子拔出來 把釘子拔出來以後 想辦法把他的胎要把它補上嗎 對 那像凱樂如果一個女孩子家在馬路旁邊 假設如果要發生這個事情 她自己就可以這樣做嗎 對 連女孩子都可以 那你可以讓我們試驗看 示範看看怎麼做 來 如果你開車遇到這麼大的釘子 你汽車輪胎馬上就沒有氣了 馬上就泄氣了 來 我們把這個釘子扎進去輪胎 你看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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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著 這已經把它扎過去了 Yup 一定肯定扎過去了 對 等一下你會把它拔起來 對 等一下會拔出來 然後再把它灌進去 比如說我們現在把它灌去 灌這個火龍果液 灌從打季龍這邊灌進去 然後再把胎要補足 補足以後 然後我們把那個釘子取出來 取出來以後 你輪胎一旋轉 它就完全自動補胎了 來 你注意聽 這個它會有 有了 會有泄氣的聲音嗎 有 有耶 真的 有耶 微微了 要拿一張 有 它聲音蠻大聲的 對 蠻大聲的 這個泡沫水 嗯嗯 你的補胎 以前傳統補胎都用泡沫水去測 胎子 泄氣 有 有 冒泡 然後OK 然後呢 當我輪胎 你車子一開洞的時候 它就馬上自動補胎了 好 神奇 有聲音啊 你已經打進去了嗎 打進去了 來 剛剛我們的洞在這裡 對 它這個汁液跑出來 對 因為它在跑的時候 它就等於是在填充它這個東西 對 你再拿那個 那個 肥皂泡 再噴一次 再噴 沒有冒泡 真的 很強 而且又是 好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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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身體專利嗎 這個沒有專利 這為什麼沒有專利 因為專利要公布 對啊 你不願意公布 可口可樂它也沒有公布 像我們這次有在 在法國巴黎傘有得到那個 金牌 2014年 2014年 5月10號 剛從法國帶回來的 那請問一下 那請問一下 我們倆這個發明什麼時候上去 不是你 我定罷了 對 OK 可樂 我們這個發明 建則有份 OK 我通常迷害都過 如果你曾經有過開車或騎車 碰到爆胎的困擾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對 好像很需要這樣子的東西 對啊 好 來 謝謝 謝謝陳姐 好 謝謝 謝謝 很厲害 來 第三組是什麼人 是呢 第三號是 身價上益的 出海跑船力內天津 那請問一下 是因為你念航海科 然後你覺得很喜歡海上 像這樣一些工作 對 我以前讀的是那個 海洋科技大學 沒有 請問一下 你當時一開始 參加海上像這樣接工作的時候 薪水大概多少 我剛開始進這個行業的時候 當實習生的時候 起薪就五萬起跳 對 起薪五萬 對 那後來呢 後來你的薪水 當三副的時候就十萬起跳 三副十萬 對 OK 那你最後 你在資歷上面來講的話 你曾經考到最高的資歷是 我現在擁有的是那個 一個台灣一等大副的執照 好 大副在船上大概有多大 船長之下 OK 船長之下萬人之上 對 OK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請問你啊 因為我爸爸是船員 所以我知道一點點 比方在船上的話 當然在船艙以上是船長能夠最大 有講說在船艙以下是哪一個 職位最大 有分喔 如果是船艙以下的話 是 所以你的職位大副是 大副是在船艙以上 甲板以上 OK 來 應該就算了 聽他這樣講 大船應該是遠洋漁船嘛 那問一個簡單一點的好了 我問一下 請問你們船註冊在哪裡 一個冷凍後櫃要多少錢給金 這個你也要知道 問題是他回答完以後 他回答完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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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回答完以後 有跑過很多地方 來 船小姐 實際上一個貨櫃多少錢 我們並不曉得 他不知道 OK 他是專業 來 觀察一下 他就是船公司的資源嘛 他當然懂了 究竟行為舉止專家沈玉琳 又觀察出什麼 令人捧出大笑的細節呢 廣告回來就知道 沈玉琳判斷失轉 惱羞成怒 還不斷咄咄逼然 尋回全球的魔術冠軍神頭 請問一下 你會 最擅長的一個魔術 是什麼魔術 我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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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應該就是 牡丹國小可靈會的意思 你會不會扯淋 會吧 不會 他根本不會扯淋 不會扯淋球嗎 會扯淋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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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魔術師